欢迎收看10月21号星期天 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我是林森 VOA卫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 今天第一个小时节目的主要栏目是 解密时刻和英语教学 首先是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 在为黎巴嫩情报首脑举行公开葬礼之前 黎巴嫩安全部队在贝鲁特市中心 加强安全警戒 这名情报首脑星期五 在一次威力巨大的汽车炸弹爆炸中丧生 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敦促人们 星期天走出家门参加哈桑的葬礼 哈桑是黎巴嫩警方情报机构的负责人 星期五和他一起在汽车爆炸中丧生的 还有另外7人 爆炸发生后 黎巴嫩局势紧张 前总理哈里里和反对党领袖 琼布拉特同时指责叙利亚总统 阿萨德是再次攻击事件的幕后黑手 黎巴嫩米卡提总理的政府得到了 亲叙利亚组织真主党的支持 自由西藏组织说 27岁的藏人拉穆加 10月20日星期六在中国甘肃自焚身亡 该组织在网站上发布消息说 最新的自焚抗疫事件发生在甘肃省夏河县 柏拉乡 目击者称 拉穆加星期六把自己点燃后 一面向柏拉寺走去 一面高呼要求达赖喇嘛回国的口号 保安人员试图扑灭他身上的火焰 但是没有成功 自由西藏说 已经有近60名藏人采取自焚的方式 抗疫中国的西藏政策 同时这也是自10月份以来发生的 第三起藏人自焚抗疫事件 香港缴获了来自非洲的近四吨的象牙 有关官员说 这些象牙的目的地是中国大陆 价值300多万美元 这是香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宗象牙走私案 这些象牙被藏在来自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货物当中 香港海关官员表示当局星期二 首先在一个来自坦桑尼亚 报称装有废弃脚料的货柜中 查获了900多只象牙和象牙制品 第二天又在一个来自肯尼亚的货柜内 发现了200多只象牙 有关当局已经逮捕了走私团伙的几名事案成员 其中包括一名香港人 非洲大象的数量近几十年来急剧下降 从20世纪中的数百万头下降到了目前的几十万头 国际社会自1990年以来取缔了国际象牙贸易 星期六 美国又有两名患上一种罕见的真菌性脑膜炎的病人去世 使得再次在多州爆发的脑膜炎的死亡病例总数上升到了23个 美国联邦卫生官员说 美国16个州中已经确诊的病例至少达到了281个 其中田纳西州最多达到69个 但是官方相信 美国23个州中有14000人注射了这种受到污染的药物 这种药通常被用来治疗背部和关节疼痛 这些受到真菌感染的药品是在新英格兰合成中心生产的 该中心目前已经被关闭 联邦官员正在调查 新英格兰合成中心是否违法生产大批量的肋骨醇药物 根据马萨诸塞州的法律 该药厂只获准生产小剂量的定制的处方药 一些受害者和家属计划把新英格兰合成中心告上法庭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 对于中国许多年轻人来说 赵紫阳这个名字可能有些陌生 赵紫阳在1980年到1989年期间 曾经先后担任中国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 1989年中国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 赵紫阳由于反对武力镇压而被罢处 之后一直被软禁 稍后解密时刻 为您介绍 不要离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官室回避的真相 权势者禁忌的事实 解密时刻讲述陈锋故事 细数人间沧桑 为您还原历史 各位听众观众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 中国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 对于赵紫阳这个名字有些陌生 而对于30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 赵紫阳这个名字几乎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赵紫阳在1980年到1989年期间 曾经先后担任中国总理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 1989年 中国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 赵紫阳由于反对武力镇压而被罢处 之后他一直被软禁 直到2005年去世为止 这里就是赵紫阳在软禁中 度过他人生最后16年的地方 北京东城区富强胡同6号 这位中国上个世纪末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人物 在这段时间想了什么 说了什么 美国之音记者魏可采访了原中共中央 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坚富 在赵紫阳被软禁期间 姚坚富先生曾经先后两次到富强胡同6号 同赵紫阳常谈 首先农村请您谈一谈您是怎么样认识赵紫阳的 我是2004年3月5月去赵紫阳家两次 我是和钟复明先生一起去的 钟复明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党委副书记 是赵紫阳的同乡也是战友 他在赵紫阳软禁期间去过赵紫阳家里100次 他写过几百次回来以后他追记了 写了一本书就是赵紫阳软禁中的100次谈话 这100次谈话里面有两次 就是2004年3月一次5月一次是赵紫阳约见姚坚富 由我整理的 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还见你呢 一个原因是钟复明85岁了 他觉得他要记录赵紫阳的讲话有些困难 想找一个稍微年轻的人去帮他记录 但是呢 用什么原因什么理由去见赵紫阳呢 和赵紫阳他能接受他原来没见过的人来到他家里去呢 就考虑我原来是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业女员 1984年我曾经在玉泉山参加过赵紫阳75计划报告的起草工作 所以赵紫阳他不愿意见原来他不认识的人 所以钟复明就说这个人呢 是你原来用过的人 是你的起草秘书起草班子里面待过的人 还有一个理由呢 就是我来过几次美国 见过一些美国各方面的人士 他也想了解这些他原来的部下 现在在美国的情况 六四以后出来的人的情况 因此呢 他让我准备一下 我对美国的这些民运人士啊 或者各方面的人士 教授们对中国的看法 就理由就是谈美国的见闻 身份进这个富翔胡同 家里有警卫怎么进去呢 理由就是气公司 钟复明以气公司身份 说是老乡又是气公司 谈气公进去 我呢成了小气公司了 你也是以这个小气公司的身份进去 身份进去 您进到他们家之前 有没有什么部门要先批准你 自先没有经过批准 没有申请 但进门的时候要查我的证件 而且进门时候 解放军执行的人 把我的证件留在门口 第一道 大门后面那个警卫士 出来说再给我 自先宗宝明和赵紫阳联系了 几点钟来 这样的话是经过进门的警卫 他们是不是有什么手续批准我进去了 但这也就是在您去的当时就批准 并不是说事先要跟什么人打交道 事先经过什么部门 他们认识钟复明 所以敲门的时候 胡同里面便衣巡逻 曾经非常严格的立身护道 干什么 后来正好那个大门开开 解放军跟那个 胡同里面那些便衣就说 他们联系好了 就让我们进去了 看来是在外面的警卫 另外有一套警卫 管这个 你不能随便进去敲门的 进去的人呢 是事先联系好了 而证件一看 他可能就联系了 就让我们进去了 您进去了以后 能不能描述一下 当时就父强胡同这个院落是怎么样的情况 他是一个四合院 进去第一道四合院 是警卫排他们住着 解放军住着 一个警卫排 然后再往右边走 然后再往右边走 过一个门呢 进去的话 是赵紫阳的书房 对面是他们的卧室 这边是食堂 饭厅 我们进去第一层 第一个门进去以后呢 赵紫阳在那个 他的书房门口 接待我们 他有一个小狗 小海拔狗 那狗会往往叫 所以解放军就是等一会儿通知他们一下 把小狗看好 别咬人 所以他赵紫阳当时也有点孤独 就是养狗了 当时他家里有些什么人 这个院子里面 当时他夫人在 但是有病 没出来接见我们 他女儿燕兰在 但是燕兰没参加我们谈话 我们在客厅谈话 最后照相的时候 他叫了燕兰来照相 给我们照相 所以家里面就是赵紫阳和他的夫人 还有女儿 女婿上班去了 然后除此以外就是工作人员 应该有他的秘书 这都上面派的 叫参谋 还有就是门口的警卫 这一些解放军 在宜静门里这个四合院住着 大概有多少警卫 您当时 具体有人数我不知道 估计是一个警卫派吧 您跟宗凤明一块进去见他的时候 您能不能给我们回忆一下 当时是怎么样开始谈话的 他坐在堂椅上 堂椅方面是一个氧气瓶 有氧气瓶 然后他跟我们谈话的时候 他就坐下来堂椅上 然后接上吸氧 他是呼吸系统有问题 他的肺有点显微化那种病了 所以肺的吸氧的功能也在下降 所以必须吸氧 整个谈话过程中一直在吸氧 我们在那谈 宗凤明说呢 就是今天由我主要谈 就是他听我介绍 一见面呢 他就说 这是姚建甫 赵紫阳就说 我知道你的名字 我看过你写的材料 因为事先宗凤明把我材料给他 我说我代表我们机关 还有农口的一些熟悉同志 非常关心你 向你问好 他说谢谢 然后就令我们坐到他那个屋子里 那个是一个比较高大的 四合院的一个房子 村高比较高 但是就一层 不是楼房 那么谈话形势时 他问您问题 您来回答怎么样 他叫我先谈 然后我谈的主要一点呢 就是他非常关心这些 六四出来的这些人的情况 所以赵紫阳很认真地听 他有没有问您 对哪些人有兴趣 因为发现 他对吴国光比较感兴趣 因为我问了一下 我说人家在那批赵紫阳的政治纲领啊 或者什么纲领 我说你能不能 简练地把你的政治纲领写出来 你批判我也好 我坚持我好 把它写出来 他说不用了 吴国光那个政治改革的书 已经把我的要说的都说了 当然他自己也在后面写了 我说李锐还有其他同志 希望你把六四这一段能保留下来 他说我有准备 这个他没说具体的 后就是后来公开发表的 他那个改革年代 这个他等于透露了 我已经留下东西 2009年5月 赵紫阳回忆录改革历程 在香港面试 这本书的英文版 《国家的囚徒》 赵紫阳秘密日记 已于半个月前先期出版 回忆录的内容 是根据赵紫阳本人 在软禁期间 秘密录制的 30个小时的舞音整理而成 赵紫阳去世后 这段录音被秘密带出中国 当自由化这个一来 这些老人们对进到很大 还有这些极左的故事里 也很大 这些老人们啊 也是这么进到很大 总统就是要争较很多人 要争很多人 邓小平呢 一向他是主张 要对党的一些 所有搞自由化的人 不足延续的处理 王振呢 或其他纪委老人呢 也是如此 邓宇群、胡乔武当 更是要趁机 要把一些人 置于实力而后快 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如何在这次反自由化中 尽量少伤害一些人 保护一些人 或者是即使无法避免 也依旧伤害清晰 这是一个很 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 那么在您跟您介绍这些情况之后 他有没有问一些什么问题 嗯 他也问了一些 就像 这个 海外这些人的情况 但是呢 我后来抓住机会呢 多问他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这个机会得把大家对六四啊 很多大家感兴趣的问题 这有机会 当面这是最主要的六四的见证人 我得抓机会问他 所以他谈了一会儿 哎 今天是听你谈的 怎么成了我谈了 你说你抓紧去问他一个问题 你问他什么问题 我问他第一个 我说是那个杨尚坤 是不是六四的最大受益者 这是那个吴家祥的观点 嗯 他说 应该说 杨尚坤在邓小平决定戒严之前 是支持我赵紫阳 他是这样观点 我说那为什么后来他不支持你了 又支持邓小平呢 他说这个共产党就这规矩啊 最高领导一变大家都得变 他讲了这个这样一个观点 就是他是支持的 他还说 我告诉你 彭征当时也以前也是支持我的 所以他这些讲了 另外还有一个观点呢 我就问 我说你是不是受了陈锡彤 跟那个 李北京市那个书记 李西民的骗 上当骗 他不同意这观点 他说 您为什么问问这个问题 因为大家都说 是上当啊 邓小平上当受骗了 就是他们向邓小平来描述 广暴军情 广暴军情 然后邓小平上当 才决定戒严出兵了 结果赵紫阳不是这样回答的 说 邓小平如果会上当受骗 那就不是邓小平 应该说邓小平的信息渠道和他的决策 是他自己决策 另外一个我就说你为什么不去向邓小平回报 为什么要去朝鲜 他就说去朝鲜是 党中央决定的是国际问题 如果决定去而不去 那不说明北京的问题很大 而且政治局也不会同意 我说正是你出去的时候 李鹏跟邓小平回报了 中国的北京的局势发生变化了 那你回来应该给邓小平回报 把你的观点放上去 他说是啊 应该回报 但是没有排上 为什么呢 因为定了一条 不要干扰邓小平 他说我告诉你一个情况 邓小平当时的身体不太好 所以大家觉得要保证 他见戈尔巴乔夫的身体健康 因此不能随便干扰他 我说你不干扰他 李鹏汇报了 最后邓小平有定见了 你再想汇报也晚了 所以你应该主动去汇报 等于我把这个问题问到 把人家逼到墙角去了 他最后说 姚天甫啊 你得承认世界上有时候有命 有运 他这样解释 就是有偶然性 事情的出现的情况有偶然性 这样等于再回报晚了 六四事件几天后 邓小平在1989年6月9日 接见戒严部队军已上军官时表示 这次事件迟早会发生 一场风波 迟早要来 这次轨迹对大气候 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 都决定了一定要出现这样的事情 非人民一直为战役 正面主工作 一样要来的 迟早问题 打消问题 一看就是明北世界什么事 毫不含糊 就是要大的共产党 大的社会主义 就毁他了 他觉得他跟戈尔巴乔夫讲话 说什么大问题由邓小平决定 不是要抛出邓小平 而是想回答老百姓说 邓小平是回联听政 是慈禧太后 他想解释的是 这是党中央的决定 就是大的问题要请示他 最后决定 不是邓小平要这样 而是党中央决定 他把这个拿出来 他向您这样解释 原因是因为 他也认为 这个是导致他被清洗的 很重要的原因 他说没想到 这个事情 引起邓小平的误会 他是觉得这样的话 带来后来的 觉得你是把我抛出来了 然后才对他有 更严格的处置 当时也有整个社会的后果 包括讲了以后 打倒邓小平的口号 在天安门出现的更多了 还有袁家琪他们的声明 也是提出打倒邓小平 所以邓小平可能从事情的结果 来倒过来判断事情的原因 所以这件事情 包括他的改革年代里面 都对这一点搞些误会 遗憾有点这样 而且他说呢 邓小平是信任他的 说去朝鲜之前 邓小平跟他说过 军委主席让赵紫阳当 这样的话等于是很信任他 他说不行 还是邓小平当 我第一次还会见他的时候 我问了一个问题 我说李先念在六四中间起什么作用 另外一个 六四是不是一场政变 他说我不能这么说 然后到他病重的时候 宗宋明到医院看他的时候 他告诉宗宋明 他说姚建福问我六四是不是政变 我的回答是 我不能这么说 现在我病比较重 你告诉姚建福 他可以调查 也就是说 他心里面 认为我问的有道理 就是六四是不是一场政变 后面究竟是谁 在那策划的 6月3日 我正同家人在院子里乘凉 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枪声 这是赵紫阳在秘密录音中 对六四当晚的唯一 他说这场风波如今已经过去好多年了 情况应该是非常清楚了 一些历史遗存的问题也可以有答案了 赵紫阳说 第一 说学朝是一场有领导 有计划 有预定 反当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 现在可以问一下 究竟是什么人在领导 如何计划 如何预定 有哪些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 还说什么党内有和首 或者说谁啊 第二 说这场动乱的目的是要颠覆供货国 是要推翻共产党 在这方面又有什么材料 您说您当时要问他李先念在六四当中扮演什么角色 他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他说李先念从来是反对我的 八九年春节以后 他从上海回来 在南京还有沿路就公开骂我 他说了 我说李先念为什么会骂你呢 他说你想想李先念是一个 从五三五四年调到北京来以后啊 一直管财经工作的 包括文化大革命 他是不找 所有的中国的经济的成就 和经济的问题 都和李先念分不开 现在的任何改革就是改革过去的体制制度的问题 也就是否定李先念过去的功劳 所以他一直是思想上有抵触的 所以他就对赵紫阳的改革措施反对 因此呢老骂这个 你改就是改我的成绩 你批判就批判我的成绩 所以李先念对他是比较狠团 他给我透露出这么一个信息 第一次跟他谈话有多长时间 大概有不到两个钟头 快十点左右到的 快到十二点十一点半多的时候 我就觉得应该结束了 因为他一直在那抒养 拿着氧气管放在鼻子里吸氧 还有一个小细节 还有一个故事呢 就是最后 我说紫阳同志 十一点半多过了 你在西洋跟我们谈这么久 我该走了 最后告诉你一句 我说李锐同志说 中国共产党的历任书记啊 都是以做微信的检讨 都是以做微信的检讨 承认错误而高中下台的 但是只有两位总书记 不是这样 一位是陈杜秀 一位是你 赵紫阳 说完以后 他把氧气管拔掉 从躺椅上站起来 走两步 走到我跟前 拿手指着我鼻子 是你说的陈杜秀 我说不是 是李锐同志给我说的 然后他背个身 就是在那个 沙发后面有一块空的地方 背对着我们 两个手朝着天花板 放声的 非常爽浪的 大笑 哈哈哈哈 成都笑 成都笑 1989年5月19日凌晨 赵紫阳出人意料的 来到天安门广场 看望广场上的绝食学生 陪同他一道前往的 是他当年的部下 今天的中国总理温家宝 当时的一些海外媒体报道说 就在此前不久 赵紫阳没能说服邓小平 放弃武力镇压 我们 在这台湾 就算来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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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以后 你们 不管这么 说我们 批评我们 都是应该的 和这次来也不是 请你们来怨恨我们的 亿万中国人都不会忘记 当年这个通过电视 向全国广播的场景 当时学生们的绝食 已经进入第七天 你不想我们 我们就去捞了 无所谓 赵紫阳讲话以后 向学生们鞠躬 学生们争相 请他签名 这是赵紫阳 被软禁之前 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这个时候我说 紫阳通说我能跟你 照个像吗 他说可以啊 结果很高兴地 跟 中复明我们三个人照了一个 他跟我也单独照了一个 我说再照一个 他把燕南叫来给照 燕南说照了好几张呢 赵紫阳说 嘿 又不是你的胶卷 照吧 哈哈哈 所以他心情很高兴 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 叫赵紫阳的欢笑 微笑苦笑和眼泪 他的欢笑就是这个 他觉得他最后的选择 被李锐 也可能很多写党史工作者 在历史上 把他肯定成成都秀养 为了坚持真理 而不向权势低头 我觉得他这个笑是 发自内心的很好的笑 然后微笑呢 就是在我讲 一些到海外的他的 原来的下属工作人员 或者主张民运的人 没有一个走回头路 没有一个认错 他是微笑 觉得民主自由 还是大家的一个共同选择 苦笑是什么呢 就是第二次我见他 最后临走的时候 我又开了一个玩笑 我说 紫阳同志 你是不是还有一个职务 他什么职务啊 我说 中国高尔夫球协会 民运主席 唉 让人家刷掉了 我说怎么会刷掉了 他说 他去打高尔夫球的时候 那个球场是合资的 香港的一个高尔夫球协会的人 还有日本的人发现 用那个大镜头的照相机照过 那个香港的高尔夫球协会的负责人 我见到赵紫阳说 赵紫阳先生 我能不能请你当香港高尔夫球协会的民运会长 赵紫阳说不用了 我是中国高尔夫球协会的民运会长 我意思是中国呢 包括香港嘛 那时候还没回归的时候吧 所以他那个香港人呢 跟那日本人吧 都登出这个消息了 他说中南海就问了 问高尔夫球协会了 怎么知道怎样还有这个职务啊 那个协会的人赶紧说 没有没有了 他说从来以后就没有了 因此他也不能出去打高尔夫球了 他就在家里搞塑料棚 搞一个小杆子 在屋里堂 所以我说了 960万平方公里的 中国高尔夫球协会的民运会长 只能在自己院子里面 那个挤平方面就挂一个塑料棚子 做球上打高尔夫球 所以这种笑呢 是一种苦笑 最后他快要去世的时候 快要告别人间的时候 他的女儿跟他说 你放心走吧 我们都会坚持继承你的事业的 这个时候眼泪流下来 所以我就说从我看见的欢笑 微笑苦笑和他女儿技术的眼泪 反映他的内心是既是平静的 也是痛苦 2004年5月份又第二次见到了赵紫阳 您能不能谈一下当时在什么情况下和他见面 为什么见面 谈起什么内容 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也是 中文明跟赵紫阳约了 然后谈的主题呢 先谈一些别的事 他问我的事 例如对曾庆红怎么看 他说别的领导人我都看清楚了 只有曾庆红看不清楚 第一次结束的时候 你给我找一点曾庆红的材料 然后我找了几本有关曾庆红的书 拿去以后 只有一本中央编译出版社的中国调查报告 你留下来 然后从这本书就谈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十三大报告 其中最核心的观点呢 就是我为什么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呢 作为十三大报告的立足点呢 因为要改革开放 邓丽群胡乔木呢 反对 说你一个特区又是租界 反正你提个什么 他给你来一个理论来反对 那我们怎么办呢 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就是邓小平说的不合格的社会主义 然后赵紫阳延伸了一下 不合格的社会主义 就不是社会主义 又延伸了一句 就是资本主义 这个原稿在赵紫阳软金谈话 有这句话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 就不是社会主义 就是资本主义 开放出版社出的这个 但是后来也没加上 我印象后面几个篇就没加上 因此我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社会主义 赵紫阳说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就是资本主义 为了印证 这不是孤阵呢 我请钟晤明 给我写了个证明 就是几月几日 跟姚建福和赵紫阳 谈话的时候 赵紫阳讲了这句话 赵紫阳证明 讲了这句话 然后钟晤明还加了一句 说赵紫阳还像我说过 有人说我是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当权派 这有什么 这是规律 所以赵紫阳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他的内心里是资本主义 赵紫阳最后 在他的改革年代里面 和跟杜导正的谈话里面 有这样一段话 就是 如果我们不支持反对党 共产党不支持一个反对党 中国要乱的时候 人家不相信共产党说 应该有个反对党起来 我们不行他起来 中国就不至于大乱 他最后的年代 他已经有了这样的看法 有书面的 都跟杜导正讲话 那个材料上有这个 所以他最后已经 在生命的后期的时候 他已经跳出 原来说的四个坚持 坚持共产党领导 民族全民族全国这个角度 该怎么干就怎么干 不是共产党万岁 永远是共产党领导 我用暴力 用强力维稳 而是用民主 如果我不行别人来 就有一点像台湾的这种办法 你国民党你也不要万岁 你党禁报禁已解除 你国民党会不会下台 蔣经国说了 我看到古今中外里 是没有一个党次云旧之争 你下台以后 你可以重新上台 而且现实证明了 所以赵紫阳 是很肯定 将近国的做法 一个国家要实行现代化 如今时要实行市场经济 发展现代的文明 很必须实现议会民族政治的这种政策制度 不然的话 这个国家就不可能 使它的市场经济成为一种健康的 现代的市场经济 也不可能有真正现代的发质 不可能是一个现代的发质社会 赵紫阳的讲话里面也有这个意思 就是能不能先在党内 派别活动合法化公开化 就跟日本自由民主党一样 你自己可以各种派别 你这一派不行下台 我这派再上来 这样的话还是自由民主党执政 我还是共产党执政 如果连党内这种民主都没有 那就太糟糕了 赵紫阳在他生前也有这个主张 要开放报警 有过他跟胡继伟在89年1月春节的时候 见过面 专门讲过这个新文法起草的问题 对当时胡继伟是在全国人大 人大教科文卫副主任 然后负责新文法起草 他也是新文工作者协会的主席 所以他负责起草的 但是当时受到胡销木的干扰 不让社科院新闻所起草的 所以他就跟赵紫阳 赵紫阳约他直接谈 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谈过新闻报纸 能不能民间报纸也能办一些 这个问题 新闻法的问题 但是后来六四这个新闻法 至今没出来 而且越控制越紧 赵紫阳在第二次跟您见面的时候 对曾庆红表示过兴趣 希望了解他的情况 他对其他的这个中央的这些领导人 有什么样的兴趣 我说你对胡销木他温家宝怎么看法 他说他们两个人是好人 但是不可能大有作为 我说为什么 他说这是我们培养的人 就意思就他们上学 当大学生 当研究生 都是在共产党的 五十年代那个政治教育下 成长的 我说我懂了 就跟我一样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我是海滨工业大学毕业的 那时候五十年代 就学联共党史 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 随着社会主义生命 他在说联共党史 从毛主席来说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所以这个思想太深了 另外一分二二 不是黑就是白 就得学雷锋 就得像秋风扫楼也对待敌人 所以我们这种思想 会不会也是跟我们同龄的 这些领导人的思想 这个很牢固 所以可能做好事说好话 但是真要进行大的改革 这个思想框住 跳不出来 所以他是这么一个顾忌 胡文只能这样 能维持住现在这个局面 稳定压倒一些 发展经济是硬道理 要政治改革一改 改不好怎么办呢 邓小平那个江东民说 我们都在一条船上 你现在船还在走 走得挺快的 你怎么再一改改大了 船船下去怎么办呢 所以他们可能 不会进行大的改革 他是这么估计 当时是胡文执政 只有大概三年时间 他已经有这样定论了 对 这很有意思 因为共产党的这个 当年的最高领袖 认为在自己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人 他对他们的远见 没有太大的信心 对 还有在中国这样特定政治制度下面 你能不能控制住军方和各方面的力量 有没有这样的强人 就是你要改革专制制度 很可能还是专制者本身才能改革 嗯 这个时候呢 邓小平能那个 赵紫阳认为很可能只有邓小平能改革 哦 他这样的问题 结果他那时候要进行政改的话 就政改 而且他86年提了好几次政改 所以当时如果最好的机会是他在位所改革 别人也反对不了 如果其他人反革 以阻力一来就挡住 2004年这个第二次跟赵紫阳见面的时候 他跟您谈了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些看法 嗯 谈了一些对于这个高层领导人 包括曾庆黄文家把他们的看法 嗯 除此以外他还跟你谈了些什么内容 他出去必须经过批准 离开北京必须批准 而且限制地点像广东也不能去 另外探视也不能去 为什么广东不能去 上面规定 哦 很具体是广东不可以去 嗯 他可以去广西不能去广东 嗯 可以去山东 所以这样的话呢 限制他 打高尔夫球也限制 另外探视的人也限制 包括有些 嗯 杜欣源 原来国务院秘书长要来看 不让人限制 嗯 所以嗯 他感觉到很孤独 他跟您讲了这些情况 讲了 因此我跟 嗯 中复明就去看见过李锐 我说你看 肺那么病 重重病 年纪那么大 想见见老朋友都不行 所以后来我们起草了一个 嗯 是不是应该给上面呼吁 那个 李锐说那你起个草吧 后来就指定我起草 起草了一个 报告 李锐后来改了一下 嗯 嗯 他又征求 都人生的意见 我意见 只改了一个字 嗯 就是 所谓 分裂党支持动乱 李锐的原文 都人生改成了 锁定 知识动乱 分裂党的罪名 然后最后就是 说这个 年纪已经很大 像日波西山一样 至少应该准于探视 最后探视 据说 后来 可以同意 探视 但是他病也重了 您在04年第二次见到赵紫阳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一个精神状态 在思考 嗯 脑子很 反应非常快 那我跟他说 请 跌过来 那个 曾雄龙书 我是这一页 比较有意思 这一页 他说 你不要跟我说 我自己看 带着这两个 嗯 还有呢 就是 他的形象呢 跟那个 当总书记 穿一个 中国工人做的西装 接见外国记者 那种潇洒自如的风度 完全变了 是一个老太隆重 白发苍苍 一个老人 病人 在洗着羊 所以看着 让人非常心酸 我跟他照的照片 我拿给他的一些老熟人看 包括杜仁森 朱厚泽 其他人 我说你们看我跟谁照相 没有一个人看出来 这是照相 所以他 十几年的软劲 已经把他的健康 跟他的那个生活状态 脸上的 脸上的 长的那个样子 完全改变了 所以 这种 软劲生活 是很残酷的 给我感觉 而且 很孤独的 悲凉的 给我有那么一种感觉 在2004年5月 您 见到他之后 以后再没有再见到 再见到一次的时候 他不是坐着 而是躺着 就是最后 向他告别的时候 在八宝山 2005年1月17日清晨 经历了近16年 软劲生活的 赵紫阳病逝 中年86岁 对于这位 前共产党总书记 前总理的去世 新华社只发布了一则 54个字的消息 其他媒体对此 只字未提 然而 还是有不少人 自发前往北京 富强胡同6号 献上花圈 花篮 表示哀思 13天后 赵紫阳的遗体告别仪式 在八宝山举行 当天 大约有2000人前往八宝山 然而 只有很少一部分人 获得当局批准 得以见到赵紫阳最后一面 给这个票是很复杂的 就是能去八宝山的 必须 先在赵紫阳家里一个本子上 签了字 我要去导演 然后在 平安里的一个宾馆 人大的宾馆 去拿身份证去对 对这个号 你呢有这个人 你有这个号 然后才给一个证 给了一个证呢 才能进 那个灵堂告别 我第一次进的时候呢 是陪 朱厚泽进去 朱厚泽在那排队 我说领导人 从这边可以进去 我就 拿着朱厚泽三圈 从那个侧门进去 领导人进的门进去 签了字 签字的上面 我印象有 乔石的夫人 有钱继云 全家 写成这样 我们签了名 出来以后 我又看见李锐 我又陪李锐进去 进去的时候 拐过去鞠躬的时候 一个警察 编译警察在说 你已经进来两次了 他眼睛非常激烈 我说我陪着老人来 进来 覆盖党旗的 穿着中山中的 所以我在哈佛 有一次讲话 专题报告讲这个时候 我说 新的领导 比毛泽东文革 对刘少奇 是更人道 更注意人的尊严了 刘少奇是 光着身子 一个脏的床单 扔到火战场去的 赵紫阳是 穿着整齐的中山装 覆盖着党旗 我说这一点 我们有进步 但是赵紫阳的子女 要挂的晚年 没有让挂 等整个散了以后 才让挂了 他们留了个影 还有一个情节是 中复明 中复明前一天 我跟李锐和中复明 去赵紫阳家 中复明说 我明天要跟赵紫阳 讲一声 紫阳同志 你冤枉啊 要在灵堂让人家 后来我跟李锐和我和 赵紫阳家里人都劝 老人家不要讲 不要讲 据我知道 他最后 在灵堂转了一圈 跟家里人要握手的时候 退回去 对着赵紫阳一提 高声喊 紫阳同志 你冤枉啊 然后赵紫阳家里人 把他拉过来 这个老人是非常有感情的 高声喊 你冤枉 在灵堂对着赵紫阳 这是我知道的最后的情况 骨灰到现在还在家里 他家里人不愿意放到八把算 每年 那个清明节 他或者他去世的时候 都有人去 今年1月17号我去了 1月17号上午 我先去包同家里 有三个警察告诉包同 17 18 19 你不要去赵紫阳 我去在那个调研部上写了 包同姚建福 包同阔胡 不让来 带钱 去调研的今年 很多是平民 北姓 还有他老家的 农民 家里 所以赵紫阳 并没有被人遗忘 上面也知道这个人 不能被遗忘 从1989年赵紫阳被软禁 到2005年赵紫阳去世 不到16年的时间 由于他的名字在中国官方话语中成为禁忌 已经有很多中国人 根本不知道赵紫阳这个名字了 赵紫阳刚刚去世之后 北京大学一个大学生 竟然认为赵紫阳是一位老教授 区区16年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 恐怕连沧海疑速都算不上 但是对于一些中国人来说 已经尝到足以让他们 根本不知道赵紫阳其人 更不用说赵紫阳最后 如何度过他人生岁月的了 希望今天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 为您填补了一些空白 我是李肃 下次节目再见 中国大陆访问 在些时候 他跟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 举行了森林会 提到两岸互设办事处 以及大幅放松陆资来台 此外 两岸一直在提倡软实力 饮食男女 美式外交是软实力的一环 两岸兼容并蓄的饮食文化 如何推展到其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呢 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参与讨论 中国大陆听众观众请拨打 400-120-051 台湾听众请拨 00801-148-940 林森 好的 谢谢荣香的介绍 您正在收看的是VVA卫视 接下来是今天的英语教学节目 《梅语怎么说》 What's up, Sasha? How can you? OK I have very good news for you Really? What is it? Oh my gosh She's my all-time idol Oh gosh Where's Mike? Oh gosh Where's Mike? Where's Mike? Come he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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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right Now that you've half strangled me Will you please tell me what we are doing here? OK OK 重大听众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for this? Oh yes I'm all ears OK So my idol My role model My role model And my all-time hero Ang San Suu Kyi She's coming to the building right now And she can be arriving at any moment Isn't this exciting? Whoa Wait a second Ang San Suu Kyi As in Nobel laureate? Ang San Suu Kyi? Exactly Oh wow I'm so stoked to finally meet her I've been following her in the news for a long time How想见她啊 I mean she's totally household name in Burma Yeah I can't even imagine going through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she's experienced That's definitely true 我知道她丈夫病歪的时候 她的选择是英国见她丈夫最后一面 或者留在缅甸继续战斗 Like how hard would that kind of decision be? That would be a total catch-22 Either she leaves Burma But probably won't be able to return Or her husband has to die alone And never get to see his wife again I know that's why I admire her 我就是特别佩服她这种执着和现身的精神 I mean when she really lives political life Someone has some really big shoes to fill I totally agree with that You know For once And only once We see eye to eye on something Oh that's true Oh wow wow she's coming Dibs She's really cute Oh I want to shake her hair Ang San Suu Kyi As in Nobel laureate? Ang San Suu Kyi Exactly Oh wow She is definitely a household name in Burma Oh wow Oh wow I'm so angry I'm so angry That would be a total catch-22 That would be a total catch-22 There's no hope without Endeavor There's no hope without Endeavor Very shooting Someone has some really big shoes to fill This child is also very easy Oh yes I'm all ears For once And only once We see eye to eye on something I didn't even shook her hand Well You can shake mine Because I shook hers Oh gosh Seriously Uh huh Oh This one Fire planning prevents poor performance